好,回到第二集 今天就要講一下怎樣可以幫我們的小朋友 創作一個理想的學習音樂環境 有見到你,鄧老師 上一集我們講到我們怎樣去買鋼琴放在我們家裏面 其實我們這個鋼琴這麼大步 放在我們家裏面 到底我應該安放它在哪個地方才是最好呢? 我認為應該把它放在客廳的 因為客廳就是所有家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家人經常都可以欣賞到小朋友彈的鋼琴 父母又可以走過又可以放一下給他意見 對於他日後的學習有什麼幫助呢? 其實如果放在客廳 他會不會太緊張 例如出去公開表現的時候 因為客廳已經習慣了 客廳有這麼多人走來走去 OKOK 如果放在房間裏面就沒有這個效果了? 就是嗎? 房間是很不同的 因為房間 一來有床對著 就是要先去睡覺 對 對 又有很多床鋪、被子、書櫃、雜物、衣服 全部都會把鋼琴的音吸收 然後音色就會變化 變成大小的聲音 聽不懂 所以假設你去買鋼琴 如果在客廳中可以容許你放在客廳 就盡量放在客廳 那小朋友就習慣在人前演奏 以後做表演或者做比賽的時候 都可以不太緊張 對 小朋友有一個廣闊的空間 就會覺得自己練好 就好像和大家表演一樣 OK 所以如果房間裏面有太多東西 又會吸收了一些聲音 如果鋼琴附近有太多東西 是不是都會有這個影響呢? 就是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會放一些公仔在琴裏面 之類的 是呀 其實都會有影響的聲音 是 OK 我們知道鋼琴放在客廳那裡 其實實外環境上還有什麼要配合呢? 例如會不會放在窗旁邊 或者燈光要怎樣做呢? 燈光一定要足夠 小朋友好像平時看書一樣 都是要有燈光足夠 才不會影響他的視力 如果你看清楚的譜 那仔細的地方就不會漏了 是 所以我們放在客廳那裡 其實一般來說 日後都會有個日照 或是太陽 其實都應該是有足夠的光線的 OK 好了 除了放在客廳之外 其實我們買了鋼琴之後 還有其他一些 輔助工具 可以幫助小朋友去學琴的呢? 有啊 有拍子機 是不是那些是拍子機的? 我們以前好像在錄下 看到那些機器是拍子機的嗎? 其實現在已經有改良的了 先進了很多的了 對 已經變了拍子機了 就是電子拍子機了 對 所以你好像拿了電子拍子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如先去看看 這個拍子機呢 它會怎樣呢? 我們穿了它 很會說話 1,2,3,4 小朋友就聽著它 1,2,3,4就開始練 還可以調節快慢 是嗎? 對 1,2,3,4 這樣調節速度 對 所以你現在 基本上是否 如果來教小朋友 都會推薦他們去買這個 便知拍子機呢? 是啊 因為它會說話 好像跟小朋友一起數拍子 小朋友又覺得 好像有個人跟我一起數拍子 我又沒有那麼孤單 有個人聲 對 還有自己 譬如對得不好 自己知道哪裏錯了 滴答滴答的那些 他就不知道自己練錯了 哦 因為滴答到哪裏 不知道哪裏是1 1,2,3,4 對 OK 那這個電子拍子機 現在價錢是怎樣呢? 這個電子拍子機 大概1,000元左右 1,000元左右 OK 所以你也可以諮詢一下 我們的鋒琴老師 應該說是哪一種電子拍子機 是啊 是的 不是一定 即是每一個拍子機都會懂得說話 只是這個才會懂得說話 的電子拍子機 哦 所以我們要選擇一些懂得說話的電子拍子機 對嗎? 除了電子拍子機之後 還有其他什麼工具可以幫得到我們學琴或連琴呢? 還有 互助搭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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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又要踩腳踏的pedal 是的 那這個是一個木的一個 雙的 對 互助搭板 你放在那個pedal的位置 那你一踩下去 就同時有一些零件 就踏在正式那個pedal的位置 就可以令到一些幼小的小朋友 可能最高的3歲 4、5歲 他的腳都未夠長可以踩到那個搭板 那我可以借助這個輔助搭板做到這個效果 是的 我聽說有些導師他們去教琴的時候 他都會用電話去錄下 或者是找一個音機去做的 你又怎樣看呢? 對這個做法 其實錄音這個環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家裡來說 他就是最好的老師 因為你錄了出來 可以方便自己檢討一下 看看有哪裏好 哪裏做得不夠好 那你對著那裏就圈起那些地方 然後就把它抽出來唸 即是可以幫助小朋友去自我修正 對 修正 令到他有這個自學能力 OK 即是他可以自己彈完 錄完之後自己聽回來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買了琴的時候 我們最好放在哪裏 就是客廳 放在客廳的地方 如果你是家裡 就一定要保持你一個非常光猛 空氣流通機盤 對 然後琴的附近就不要放那麼多雜物 否則也會影響到琴的音色 對 如果我們去買電子拍子機的話 最重要的拍子機就是有人聲 對 這樣就數著1,2,3,4 大概1,000元一個 如果小朋友是腳不夠長的 可以買一些輔助的腳盒 對 還有記得就是 要幫你小朋友 就是用電話或者錄音機 去錄下彈琴的過程 對 彈完之後 他就可以自己聽回來 自我學習 對 而且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OK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你買了鋼琴之後 就不要浪費了你的鋼琴 一定要懂得幫你小朋友 去創造一個理想的一個學習環境 接著我們在第三集 我們會說 怎樣去選擇音樂老師 音樂老師很重要 對嗎?鄧老師 是啊 因為你也是音樂老師 影響你一生的 影響你一生 下一集會跟大家分享 怎樣找到你的啟蒙導師 下一集見